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明德阳推出的点播IPGA系列细评教程 明德阳推出点播IPGA系列细评教程 目的是为大家点透学习误区播出色精髓 我是本次视频的主讲潘文敏 本次内容是技术器练习期的设计思路 下面是我们明德阳科教的QQ群官网和淘宝网址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的课程大纲同样的就是第一个会讲功能要求 之后会给我们设计思路之后是代码的设计 我们看一下我们功能要求 我们功能要求就是我们有八个数码管 挑选其中六个数码管进行时间的显示 我们就设计一个六位的时钟 数字时钟 可以正常进行即时显示 但是我们要求设计一个按键 可以实现一个暂停或者是继续技术的功能 具体要求就是如下 六个数码管我们分别显示 小时的时位 小时的个位 小时的分钟的时位 分钟的个位 秒的时位 秒的个位 就跟我们数时钟是一样的六个数 而复位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显示是零的 然后复位之后 开始按时钟样式进行显示 时间比正常时间快十倍 快十倍 数码管刷新时间为二十微秒 这什么叫刷新时间 在上试说明已经有详细的讲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五个是我们有个按键 按一下停止计时 再次按下继续计时 由于按下的时候会产生毛刺 所以就像下图这样 下图这样子 本设计者认为 当低电频持续时间 小于二十毫秒的时候 比如说这时间 如果小于二十毫秒 就是毛刺 如果大于二十毫秒 就可以认为是正常 就是一个稳定期 我们就可以对象信号频捕捉了 这是我们功能的要求 下面就是我们信号列表 时钟 五十兆 复位 低电频 还有KY 表示按键 Sigman一样的 这有选择信号 数码管的选择信号 六位 这注意点就是 我们刷新频率是二十毫秒的 先动态选择 它达到我们动态扫描的目标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总体设计之路 从上面一看 我们基本上是就实现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实现一个数的时钟 大家很明确 实现一个数字的时钟 第一个呢 就实现一个时钟的暂停功能 好 归纳起来就实现这两个功能 好 我们可以足够分析一下 我们实现一个数字时钟 怎么实现 首先我们数字时钟 可以这样去看 怎么是小的数字时钟呢 就是可以这样 这个小时的时位 小时的个位 分钟的时位 分钟的个位 秒的时位 秒的个位 那么我们怎么在这里去显示它呢 跟动态扫描也得上说明里面也讲述了 我们开始的时候 选择这个 就是秒的个位把它显通 让它等于0 这时候就把秒的个位的值送过来 这样子就显示秒的个位 20微秒之后把它关掉 它打开 它打开 那么就会把秒的十位 那个值送过来 这里送过来 在这里显示 这样子就实现了秒十位显示功能 接下来是20微秒之后 这关掉 它打开 它打开 那么就会把分钟的个位 那个数字送到这种线上 让它显示 以此类推 我们就这样循环间显示 20微秒不断的显示 不断的循环 这样子在数码管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一直在显示的效果 这样子 我们怎么去显示呢 我们需要一个 肯定是需要一个计算一秒的时间 对不对 一秒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 想到一个时钟 它肯定要计算一秒的时间 因此我们肯定有个计数器 计算一秒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刚刚讲了 我们肯定有一个或多个计数器 来表示十分秒的数值 因为我们小时 分钟啊 都是用这个 这个时间的东西 都是用计数器 来显示 来表示的 但是我们可能会考虑是要一个 还是多个 还是怎么分的问题 第三个 我们肯定要有一个一码电动 将十分秒的计数值 展化为数码管 形显示 还是一样的 跟上一节是一样的 第五个 我们叫数码管 选择电动 用动态上秒 比如说我选择0 选择1 选择2 选择3 选择5 又有循环线 这肯定有个选择的电动 首先第一个 这个先不讲了 大家都很清楚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我们需要一个或多个计数器 来表示十分秒的数值 这个呢 就有很多方案 我们怎么去表示它呢 可能很多同学 有些同学会这样想 这样都是计数 而且反正周期 最大周期是24个小时 因此我就用一个计数器 就一个计数器 来表示十分秒的时间 周期就是24个小时 然后我们看 就是多少个计数器 要数多少次呢 就是60秒加上60分钟 还有24 就是24个小时 这么多个秒 用一个计数器来表现显示 好 这个方案怎么样呢 这样子计数器设计的简单 我就不管 反正加1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要正数码管轻显示 所以我们要得到秒的个位 秒的十位 分钟的个位 分钟的十位 小时的个位 小时的十位 这个值 把值拿到 我们再次送到 所以我赶紧显示的 那我怎么得到这秒的个位呢 可能同学就想到 我用这计数器去除以十 对十斤求鱼 对十斤求鱼就得到秒的个位了 对不对 那秒的十位怎么得到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这六斤求鱼 还有再除以十 那么就是秒的十位了 其他分的个位 分的十位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得到相当复杂的 就是你把计数器的时间 计数器省了 但是你这里就复杂了 更关键的在于 你这里用到的求鱼 你用到除法 在APJ里面 求鱼和除法 它运算的效率 它这种占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它运算效率是非常低的 我们在APJ里面 要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用除法还有求鱼 这种运算 加法 乘法和减法 这都可以 但是除法和求鱼 是非常大的 千万不要用 最好就是不要用了 还有一个方案的 方案二就进一步 我们用三个计数器 它表示十分秒 三种时间 然后小时一个计数器 分钟一个计数器 秒 就是一个计数器 比如说我们 十小时计数器 最大值就23 分散秒最大值就是59 这种就把它省了 那么我们秒个位 秒十位 秒分位 这样子非常容易得到 比如说求鱼 对实行求鱼 再次除以十 就叫秒十位 其他类似 这样子 比这个刚才讲的 那个刚才那种后果 就没那么严重后果 但是你这里还是用到求鱼 还有除法 因此它值 还是 它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而接下来最终的答案 最终的方案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 用六个计数器 分别表示 就是十的小时的十位 这六个小时的各位 一直就这个六个时间 那么由于它的值 就是我要得到的那个数值 因此我就不需要这种除法 也不需要求鱼 这样子就非常的简单了 它六个计数器就是相对应的计数值 但是很多同学说 这个六个计数器很难设计 条件太多了 我们看看好不好设计 同样的防御计数器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下计数器 按计数器的思路 去想一想 好 我们看一下 秒的各位 从秒的各位开始 秒的各位 它处置得多少 0 加一条件是多少 一秒钟时间到了 结束条件是多少 9 好 非常简单 跟我们今天计数器是一样的 处置0 加一条件 就是一秒钟时间到了 最大值 那么就是9 好 这个条件找到了 好 秒的十位 秒的十位 它的处置值多少 0 它加一条件是什么 到了10秒 那我怎么知道到10秒 那么就是 这个计数器 计数器的值等于9 并且它等于这个手 就十秒钟到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5 好 条件已经打到了 它处置等0 加一条件就是 我这里等于一秒钟时间到了 并且它这个计数器到9了 也就是在十秒钟到了 好 我就加1 最大值就变成了5 好 这样子是5 好 这样子我这个计数器就实现了 好 秒的 我叫分钟的各位呢 好 分钟各位 这处置值多少 0 加一条件是怎么样 60秒到了 我怎么知道60秒到了 那么就是 这个值等于5 并且它的值等于9 并且是一秒时间到了 我就知道60秒到了 好 因此这个条件 看一下 数值0 加一条件就是 就是59秒钟到了 好 最大值就变成了9 再看看 分钟的十位 好 然后 以此类推 那就是多少 好 而是10分钟到了 10分钟怎么知道呢 那就是这值等于9 这值等于5 这值等于9 并且1秒到了 9分钟 59秒 那么就加1 它最大值就是5 从而我就是分钟的十位 我只见了 现在是 比较复杂点的 就是小时的各位 跟之前言理一样 初值是0 加1条件就是60分钟到了 什么时候60分钟到了 就是59分 59秒 并且在秒钟又到了 因此这就是60分钟 我就加1 最大值 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钟 是怎么计数的 是24个小时的 对吧 我们计算23的 因此我们在 0和1 就是我10的十位 它等0和1的时候 我最大值是9 当它等于2的时候 我最大值是3 还有 比如说这里是不一样的 它最大值 有点不一样 这样子我们就把 这10的各位计数器 给实现下来了 条件找到 接着我们10的十位 它处置值 等0 加1条件就是 一个小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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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59分 10个小时到了 搞错 10个小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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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分 59秒 并且这个到了 那么就是10个小时到了 它最大值是2 最大值是2 跟正常话呢 我们算在29 但是我们这里 有个23分钟 59秒 59分 59秒 它就要重新来 因此我就有个清零条件 相当于这样给个清零条件 这样条件就相当于 我在23个小时 59分 59秒 这一秒钟时间到的时候 我就清零 重新再来 这就是我们的10的小时的 10位的 接触器的一个条件 一个条件 它的条件在这里 从而有这条件之后 我们就进行设计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看看文代码 对于秒的各位 很简单 跟之前是一样的 它在9的时候就变成0 反正是1加1 就是1秒加1 好秒的10位呢 它就长一点 就是到了9秒 到了10秒 我就加1 但是它加到5之后 就变0了 那就是59分 50分 59秒的时候 就变成0 而分的各位 分的各位 那么就是我跟的条件 一样 它在什么时候变化 在这时候变化 59秒的时候 就变化 怎么变 那么我就 如果它等9 我就变0 或者好加1 其他如果不到59秒 就不变 而分的10位呢 跟前面理想是一样的 讲的一样的 它就条件 比如说就是这里 长了一点 好 接下来就是小时的各位 小时的各位 就是我们就可能 要增加条件 就是在这个时候 59分59秒的时候 是变的 其他时候是不变的 然后怎么变呢 如果我是等于19啊 或09啊 09或19的时候 我下次就变成0 要不我就23的时候 我下次变成0 其他情况下 我就加1 这是我们的小时的各位 而小时的十位呢 可以看一下 它有个清零条件 然后清零条件 我们就会把这清零条件 在这个时候变0的 我们放到这里来 放到这里来 然后在这清零等于0 其他情况下 我就加1 比如说这里 就是九个小时到了 十个小时到了 我就加1 就0 1 2 好在这里 23 就变成0了 这就是我们数字时钟的 技术器的一个设计 这样看 也不复杂 我们这里设计 这个技术器 绝对要抓住几个要点 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刻 那一时刻 进行变化 还是不变 把那一时刻给捕捉到 我们愿意再次强调 一定要捕捉到 那一时刻 就是那一个时钟的 唯一的那一时钟 那一时刻 把它捕捉到 然后你就知道了 那里是不能多一个时钟 也不能少一个时钟 它是刚刚好 就是那个值 这是数字时钟 那个六个技术器 它的设计 好我们之后 要进行一码电路 要将十分秒的 技术器展开 数码管轻显示 也就是我们把技术的值 然后数码管显示出来的数字 而我们也有数码管 显示电动 用了动态扫描 也就是我选择 十分钟的 哪六个技术器 哪个送到数码管上 进行输出显示 所以我们用个数码管 选择电动 好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有个方案 就是我们是先一码 再选择 是不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 六个技术器 都秒了各位 秒了十位 先每一个做一个一码 这一码 就是相数码管的一码值 先做一码 一码码之后 我到这里都一码 六个 那就六个一码器 之后这选择器 就把一码结果 选择送到一个总线上 我用总线是唯一的 一个 选到一个手上 先显示 这就是一个方案 先一码 再选择 这种方案就是 先选择 再一码 具体怎么样 就是 我先选择这个 技术值 再进行一码 选择技术值 再进行一码 大家觉得哪个好 功能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功能上是一样的 都能达到目标 但是 我的下面这个资源 我的硬件资源 就少很多了 你用了六个一码器 而我只用了一个 只用了一个 达到同样目的 我资源更少 那么我的方案 就是更好了 因此我们这里 有个功能下之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时刻去考虑一下 有没有更有 共同的功能 共同的部分 把它提起出来 放在一起 这样子就能 节省我们的资源了 大家看一下 在很多IPG里面 就是如果做优化的时候 说面积优化 节省面积 对吧 如果一个好的设计 一个好的设计 它能绝对 比你比较差的设计 会节省更多资源 它时时刻刻都知道 我这个设计出来 我是要综合 有多少电路 大概有多少电路 它是知道的 这会就会把它慢慢的省出来 一个不好的设计的话 我就从来不考虑这个话 那你资源是很多 是浪费的 你IPG里面 面积优化 实际优化 最大的说 工具是有用的 但最大的 最大 最好的优化方法 就是做设计 那么我们就选择方案2 先对计数器 进行选择 选择之后 再进行一码 一码之后输出 好 我们看 一码电路将十分秒 技术值转化于数码管 进行显示 很好 跟前面上 上节课是一样的 我假设 这个就是 要 这一码管选择器 选择之后 选择输出 选择结果 就这个值 然后它值得0的时候 选择0 一的时候 选择1 二的时候 选择2 一码的值 选择 选择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 SIGMAN的一个信号 好 跟上节课一样 所以不多讲 好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 数码管选择电路 用动态扫描 我们看条件是 选择 六个技术器 我们肯定有个 信号 选择信号 所以我们可以 假设有个这个信号 它能0的时候 就选择 表示选择 是秒的个位 一的时候 选择秒的十位 一十类对 五的时候 选择十的十位 好 这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假设有这个信号 一定是这样 有这个假设信号的 好 我们有这刷新频率 就是20微秒 先动态选择 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20微秒 就要变一次 从0变成1 1变成2 2变成3 3变成4 4变成5 5就变成0 而这20微秒 我们看到20微秒 我们就想到 一定是用到计数器 不用想的 想到计数器 选择什么时间 一定是用到计数器 因此我们定一个 看不到20微秒 好 当隔20微秒的时候 我这个就变化 怎么变呢 0变1 1变2 2变3 加1 5的时候就变成0 就是莫维斯的0 因为它准上效 也是个计数器 不过20微秒 我们就不变 因此 我们条件可以这样子 当它等于20微秒到了时候 我就变成加1 5的时候就变0 好 这个怎么变呢 看不到20微秒怎么来呢 就跟前面一样的 计数器加1就行了 加上20微秒就翻转 还有选择的 选择结果很简单 0的时候我选择秒了个位 1的时候选择秒了十位 2的时候分了个位 3的时候分了十位 依次将选择 这样子大家看一下 就是每个20微秒 我就把这个计数值送到这里 已经选择了 这就是用到动态上描 这选择的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说数码管选择电路 用到动态上描 我就说最后 我们有个 sigma效 还记得这个信号吗 之前我们是选内部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信号指 就选择外部的数码管 打一个数码管 这时候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纸送过来 送回去 如果复位纸我们全部选0的话 全部都显示的话 我们这个纸应该是要 是比较错了 应该是要复位的时候 把它全部变成0 就OK 这样就让全部显示了 那我们先把这纸打一拍 给了他 然后再送 之后再给他 这个怎么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这纸等0 那我就是0001 取个反就变成11110 对吧 因此这时候我就选择数码管0 如果这纸等于1 那么这里整个结果就是0010 取个反就1101 因此我就选择数码管1 主要等于2 同样的我就选择数码管2 他等于3 我就选择数码管3 这就是我们选择型号 这里有个问题 可能同学会问的 说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去移位 而是用这个打一拍错结果去移位呢 原因就是我们上前面的这个选择型号 是多用了一拍的时间 为了跟他对齐 为了持续对齐 刚好在他选择数码管0的时候 刚好进来的就是数码管0的值 所以这是为了持续对齐 设计所时刻想要持续对齐的问题 所以这个选择型号我们就完成了 从而这整个电路我们就实现了 数是时钟的功能 好接下来是暂停功能 暂停功能我们知道 我们电路肯定是包含两个状态 一个就是暂停和计时 看到这里 我们在想着我们电路肯定有根线 有个信号来表示我是暂停或者计时的 因为一定有个东西来告诉其他电路 说我这样是暂停状态 或者一个计时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有这个信号 因为条件内容条件不知道 所以假设一个 假设Pose等于1的时候就表示暂停 Pose等于0的时候就表示计时 这是一个假设 好我们就想想 假如我们知道这个Pose 那我们怎么实现一个暂停的功能呢 很多同学会想到了 我们就计数器暂停就行了吗 对吧 不像是计数 好所以我就计数器不计数就可以了 那我控制哪个计数器会比较好呢 是全部控制呢 还是说我只控制部分 这时候我们就找到我们的核心了 我们哪个计数器比较关键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有个 这个COME 1秒的计数器 我让它暂停 这个1秒不计数了 那剩下的比如说我的秒的个位啊 秒的十位自然不会累加 因为它不增加了 我自然就不会有达到那个1秒条件了 因此我们只要把它暂停就行了 好 所以中而言之我们那个电路就可以实现这样子 一秒钟计时就是 负计数等0 POSE等0就是计时状态的时候 我就在计数器一秒计数器就累加的 累加的 如果POSE是等于1的时候 比如说暂停的时候我就不变 比如说我不累加了 这样子就是实现了这个控制这个 我就不会要秒个位啊秒十位也不会增加了 好 前面这个控制这个知道了 那我们POSE先看怎么办怎么来呢 好 我们知道 首先是定义 我们之前已经讲好 定义就是他POSE等于1的时候就表示暂停 0的时候就表示计时 好 这是我们定义好的 那我们设计就按这个定义进行设计 看条件的功能就是复位之后我是处于计时的状态 来看一下 复位之后是处于计时的状态 那么就是POSE等0 好 在计时状态下按一下按键 记住 按一下按键 就是我们人手按一下就变成暂停了 好 在暂停状态下按一下按键就变成计时了 这就是一个变化 那由于按一下按键 我们没有信号角色 KY它也不是直接说我等0的时候就表示按下按键 等1的时候或者等1的时候按下按键 从KYK也得不到 因此我们用KYEN 可以假设一个表示按了一下按键 它等1表示按了一下按键 如果连续两拍等1呢 那表示按了两下按键 对吧 好 所以只有这之后我们可以看条件就可以改上面的这个改成复位之后POSE等0 如果原来是等于0的就自己状态的按一下按键 并且按了一下按键我就等于1了 如果它等于1了并且按下按键我就等于0了 因此POSE信号设计 就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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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键就等于1了 POSE信号得到了 接下来按键的信号不知道 因此我就设计 then 然后我们看一下按键等于1的认议 цииCKEY 等于1就表示按的一下按键 这是内部信号 看一下这个 我按一下的时候 Key信号是这样变的 毛刺稳定 松下手用毛刺 这里持续了很多很多个旋轴期 刚才我们讲过 Key等于是表示按一下按键 那么我能不能直接用它 取个反来得到来 比如说它能领用的时候 我就等于1 这样子我会连续很多个时钟周期 就等于1了 那么对于我前面信号讲 它就表示我不是按了一下按键 而是按了很多很多下 每个时钟都一下 就跟我的信号的本意就不一样了 因此我们要设计这个信号就是 我在这个按下的时候 就产生一个时钟的脉冲 不能多不能少就一个 就表示按了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低电频持续20微秒 20行秒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是毛刺嘛 比如说这里是毛刺 这也是毛刺 因此我绝对不能在这里去产生的 正常的话我会在这个时间内去产生一个 等于1就表示按了一下按键 因为这里没到22秒 所以我不可能再次产生 在这里我就能可能产生了 从上个下我们可以总结点就是 它一定是在稳定体形成产生 第二个 有且仅有一拍 看一下这个使用 有且仅有一拍 你有两拍的话 根据定义 按了一下 又来一个 又按了一下 就两下了 所以跟本意就不一样 所以我这是要按只有一拍 从以上分析之后 那么我们就想想 这怎么设计呢 在稳定期之间产生 我们就有个问题 什么叫稳定期 我们怎么确定一个稳定期 前面条件我们讲了 第一天平持续20行秒的 就是稳定期 对吧 接着又有20行秒 有20行秒 我们又如何知道 持续20行秒 又可能想到了技术器 用技术器 当然技术器 你来计时 计到20行秒 超过20行秒 我就知道它超过20行秒了 好 我们可以这样计数 低电平的时候 我就加1 一次计时计 高电平 一遇到高电平 我就清理 因为没用了 如果没计到20行秒 变高 说明是麻痴 我记来也没用 如果超过20行秒 怎么办呢 我就稳定不变 稳定 因为我只知道 它超过20行秒就够了 就超了多少 我不管 所以我就记到20行秒 就保持就行了 一保持 我就知道它大于20行秒 应该干什么 就知道了 好 有且即有一拍 我们讲到这些 有且仅仅有一拍 那么可能很多 有人会问 我们在哪里去产生 这一拍的始终指示信号呢 是在前面 最开始 是在开始这一时刻 还是结尾的这一时刻 还是中间的 你指定的任何时刻 用哪个时刻更好呢 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是开始时刻 开始时刻 我们想想怎么去判断它 那就是前面一时刻 我没够20秒 正在这时刻 是够了20秒了 对吧 也就是说前面还不到20秒 现在我突然间到20秒 那就是开始 中间呢 中间就不好确定了 你第二拍 开始第二拍也叫中间 第三拍也中间 第四拍也中间 没个准的 这样不准 那么如果你要固定说 我一定要是第五拍 那你第五拍也没意义 你要记个数 记到五 然后去弄它 那记来也没用 对吧 所以一般我们不会取中间的 那结束呢 结尾呢 行不行 也可以 这怎么结切呢 就是前面是到20秒 接下来 我又来个高电平 觉得高电平 这样结尾 那么我一般怎么取啊 像我一般都喜欢 使用开始时刻 开始刻 我们可以想的 就是有个值信号 等于1 就表示计数到20秒 这个呢 就表示前时刻时钟 就是它的前刻时钟的指示 通过这两个信号 我就能得到 我有没有是开始时刻 因此 我这个 这个信号怎么显示 首先来个20毫秒计数 当它高电平的时候 清零 在等零 无论如何 不管你记到什么 我就清零 没意义了 如果我记到20毫秒了 我就保持不变 就知道你大于20毫秒了 记大了多少 我不管 因为我只要知道你大于20毫秒就够了 而如果说还没到20毫秒 我就加1 在低电平的时候我就一直加一直加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信号 20毫秒 如果大于等于20毫秒的话 我就等于1 之后我对这个信号延迟一拍 延迟一拍的目的 就是为了知道我是否是开始时刻 怎么知道呢 就是我现在这一时刻等于1 而上一时刻我等于0 我就知道我是开始的 就是稳定期的第一个开始时刻 这时候我就产生我的Key1N信号 就等于1拍 就等于1拍 学下信号等于0 这样子我在开始时刻 就产生一个一个周期的高电频慢充 好 讲到这里 我就再来讲一下 这里就相当于开始时刻 就想到就是捕捉它的上升眼 有个同学一想到上升眼 就会把这个信号拉到这里 放到这个时候上眼 因为上升眼嘛 刚好这里有个上升眼 会把这信号拉到这里 这是今天在明天安规范里面 已经强调过 绝对不允许这么干的 绝对不允许这么干的 我们这里只能是时钟 检测上升眼的办法 检测上升眼的办法 怎么办呢 就用这个 打一拍之后 再分析 这一时刻等于1 前一时刻等于0 我就知道它的上升眼了 所以检测上升眼电路 是这样检测的 这上升眼检测电路 以后的上升眼检测电路 下升眼检测电路 一定要这样做 就这两个配合起来做 好 提外化 这样子我们把Key1n的信号 就设计完了 好 再来讲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Key是外部的按键 就是外部按键 就是外部按键 我们核实按下 是由我们决定的 但是时钟 比如说内部长时钟 它是不知道的 它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按下 那么也有可能是我的Key 就刚刚它按下等于0的时候 就刚刚好 我在时钟的上升眼 按下去 有可能 有可能 对吧 那这样子 我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叫亚稳态的问题 亚稳态的问题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对这个信号 进行打两拍 再处理 打两拍之后 就做同步化 亚步同步 同步化 把亚步信号 变成同步信号之后 再来做的 因此 正常情况下 正常 如果在正规企业 很强大企业的话 这里是要打两拍之后 再去看 打两拍之后 来去判断的 而不能直接用这个信号 而我们在练习这里 是没有需求的 没这样讲 具体 这个亚稳态的问题 将在我们的 之后的章节会讲 请大家留意 好的 我们总结一下 这本次练习 用了多个技术器 我们总结点是 无论多么复杂 只要你按照 技术器的规范性设计 就完成一个简洁规范的代码 一定要找准那个时刻点 找准处置值 加1条件 结束条件 每个加1条件 一定都是精确到哪一个时钟上去的 关于共同功能 就是我们先一码 再选择 还是先选择再一码 这是共同功能 功能的设计技巧 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我们时刻都要要 意识 这个技巧 就像你是一个新人 还是一个老手 或者留人 这个区别 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 一直都在 很多同学 大部分同学 都会一直在处于 对于在共同功能 一点也没意思的话 一直处于这个阶段 而设计之后经验的人 就会在基础上进行生活 最后就设计成一个非常好的代码 本事录中 本事录中 大家请讲 本事录中提供代码 会有个小bug 你能发现到吗 欢迎在群上 先讨论什么bug 大家可以自己去发现一下 这bug 会比较难发现的 欢迎大家在群上讨论 好 本次视频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 好